在這個影片我已經和你分享過 原來如果我們想小朋友越來越聰明的話 家長就要多些和小朋友溝通 因為當家長肯多些和小朋友說多些字的時候 原來是會令到小朋友越來越聰明 今天我 兒童心理學家郭博士 會和你分享哈佛大學的最新研究 原來不只是家長和小朋友說的字的數量是重要 它還指出 如果我們肯用以下的這個方式和小朋友溝通的話 是會令到小朋友越來越聰明 哈佛大學就找來36位4歲至6歲的小朋友 就追蹤一下他們的家庭兩天 在這兩天 家長怎樣和小朋友互動 全部都是被哈佛大學的團隊錄影了 他們就很想看看 到底是甚麼因素會絕對影響小朋友的大腦發展 和小朋友的語言能力發展呢 哈佛大學的最新研究就指出 原來最直接影響小朋友的大腦發展是否健康 會不會越來越好 以及最直接影響小朋友的語言發展 包括句子結構 詞彙的發展 原來最影響這兩樣東西的 就是家長和小朋友之間的互動 即是對答來回對答的次數 哈佛大學提醒我們 其實當我們在跟小朋友對答 我們問小朋友一句 小朋友回答我們的時候 除了當然小朋友會學懂不同的詞彙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 其實小朋友是否都在學習著不同的社交技能 因為當我們問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通常會看著小朋友 我們會那個句子 通常後來會升上去的那個音 然後我們會可能問小朋友 你怎麼看啊 然後我們眼睛會看著他 所以哈佛大學就說 這一組的對答 你問一句 小朋友回答一句 或者一種來回的交替式溝通 除了小朋友會提升到他的語文能力之外 小朋友也都在學習著很重要的社交技能 譬如就是 原來我們跟他們溝通的時候 要好好地聆聽別人的說話 眼仔要看著別人 哈佛大學的研究就指出 家長就千萬不要著重單向式 你講小朋友聽 這一種是比較無效的溝通 相反 我們要陪著小朋友 有一種交替式 你講一句 他講一句 有一種交流在 其實不同年紀的小朋友 我們都可以做到這一步 如果你的小朋友年紀比較小的 只會說單字的話 我們其實重複小朋友說的東西 譬如小朋友說 車車 我們可以回答小朋友 對呀 車車好漂亮 這個已經交替了 當然 如果你的小朋友慢慢年紀開始大 譬如可能已經入到小學 我們問的問題就可以深化一點 可以深一點 譬如可以問一下小朋友 你今天去了哪裡 學了什麼在課堂上 有什麼得著 在這件事上 盡量在生活中 多製造這種交替式的溝通 令小朋友真真正正 是真的會跟你有交流 而不只是你 說他聽 如果你都想看看 什麼為之好的親子溝通 如果你的小朋友 都是3歲至13歲的話 我很鼓勵你去看看 由我 我兒童心理學家國博士 和英國倫敦大學的精神科醫生 Dr. Farhana 一起為香港的家庭 所準備的 Happy Me 安定孩子情緒遊戲和故事系列 在Happy Me 我們為你的家庭 度身訂做了一系列的親子活動 讓你和你的小朋友 能夠真真正正正做到 良好的溝通和交流 我會將Happy Me的 30分鐘免費體驗會連結 放在留言區和資訊欄 你都可以去看看 現在你都可以去看看這兩個影片 相信都會對你的家庭很有幫助 我們在下一個影片見